然后接下来 那这个形容词迅速变化讲完了 老师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然后就在前两课当中 让大家照顾一些句子 就是形容词修饰名词的一些句子 对吗 那你看形容词修饰名词 我指的是哪一类 就是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 比如说 Sandy是个帅老师 Sandy是个帅男生 那你会怎么说 是不是Sandy S On Chico 那这个帅要搁在哪 是不是有一个帅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要直接修饰这个名词 那要按照咱们英语当中的这个习惯 那你这个形容词会放在哪 是不是会放在名词之前 会说的是On Gua Bo Chico 那可是前两课咱们见过这样的句子 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 它都放在哪了 名词的后头 那是不是就是On Chico Gua Bo 那所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西语当中 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话 是不是会涉及到形容词的位置 所以说今天咱们也要明确这一件事情 咱们课本上没有出现 然后但是咱们在造句子 学完形容词以后 它会大量的出现 所以在这儿呢 也会给大家补充出来 那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位置呢 那首先你要了解一件事是什么 形容词的分类是有几类 形容词在西语当中 如果你要细致的划分呢 它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什么 限制的形容词 限制形容词 再有一类是性质形容词 那有同学听见这个名称 这个概念一下就蒙圈了 什么叫做限制形容词 什么叫做性质形容词 那咱们先解决 性质形容词这个问题 那想想性质 所谓性质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东西 它的一些自身的特点 这就所谓它的性质 对不对 那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刚才我所说的 帅 那是不是三弟在这儿一仗 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的 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是不是帅 它自身的性质 是用自身的一个特点来决定的 那再比如三弟 还有什么特点 高对不对 那再比如说三弟 还有什么特点 胖是不是 胖是什么 这些是不是它由内而外 自身散发出来的一些特点 这一类形容词就叫做 性质形容词 那当然 刚才我给你举的例子 指的是什么 人对不对 那么物也有啊 比如说我这儿割一本书 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比如说特别大 体积特别大 那是不是大呀 那是不是也是这书的特点 那再比如说 这书好 那是不是bueno 也是它自身的一个特点 所以通过刚才给你举的这一系列例子 你是不是就明白 如果是表示名词自身特点的这些形容词 就叫做性之类的形容词 那剩下的那些形容词 基本上是不是都是什么形容词 限制形容词 那比如说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的朋友 那你是怎么说的 是不是me amigo me amigo 好 然后你看这个me 这是不是我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是不是 那它属于限制的 还是性质的呢 你就想 那这个形容词 是不是到底是它名词自身的一个特点 那你想想 我的朋友 是人家朋友自身能够决定的吗 是他自己的特点吗 不是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me 就是一个什么 限制形容词 那再比如再给你举个例子 mucho 好多书 我会说muchos libros muchos libros 那你想想 书的特点 能用多吗 能用多来表达吗 反过来说 多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吗 多多的书 是不是不是 所以这一类形容词 是不是都是把这个名词给怎样了 限制住了 所以这一类形容词叫做什么 限制形容词 那如果说这两个概念 你能分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 那就涉及到它的位置了 对不对 如果说性之类的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的话 它是要放在名词后边的 这是它的规矩 有的人说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这就是西语当中的规矩 如果是性之类的形容词 也就是名词自身特点的一些形容词 大呀小呀 然后好啊 坏呀 胖啊 瘦啊 高啊 矮呀 都是它名词自身的一些特点的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 是要放在名词后边的 那比如说 一个好男孩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on chico bueno on chico bueno 这是不是它自身的一个特点 再比如说 一个胖姑娘 那你就可以怎么说 是不是 una chica 然后再接着呢 gorda una chica gorda 是不是 这些都是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这类性之类的形容词 那就放在名词后边 那再接下来 刚才咱说 限制性形容词 那是不是把这个名词给限制住了 并不是名词自身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那这些呢 都是要放在名词前边的 那所以之后 大家再学到一个新的形容词的时候 你就要想 你就要分类 它到底是属于性之类的呢 还是属于什么 性之类的呢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可能分不清 那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你知道哪方面去想 那你想的 是不是就是它名词 一些自身的特点 如果是 它就是性之类的 如果说不是 不是名词自身特点 能够决定的 那它就属于什么 限制类的 能明白这意思 性之类的 你直接修饰名词 放在名词哪里 是不是放在名词后边 如果要说限制类的 那你放在名词哪里 那你就放在名词之前就行了 好 那再接下来 那咱们主要是要给大家讲什么 性之类的形容词 因为限制类的形容词的数量 要少于性之类的形容词 那现在这个阶段 你接触比较多的也是什么 性之类的形容词 那刚才我说 性之类的形容词 放在名词哪 直接就是名词 是不是名词之后啊 对吧 那正常情况下 都是放在名词之后 那它能不能放在名词之前呢 那比如说 我说 是不是一个什么胖的男孩 放在名词后 这是咱西语的规矩 这话说出来 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说吐露了 我忘了 我要说成了 这影响人理解吗 意思差别不是很大 还是一个胖男孩啊 对方能够听得懂 但是他还是有道区分的 咱们西班牙语 是非常细致的一类语言啊 那其实你如果说 一个性之类的形容词 放在名词前 名词后 意思上翻译 差别不大 然后翻译成中文 意思更是不大 但是它内心深处 是有道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 然后刚才我说 一般情况下 放名词后 对不对 那放在名词前 也可以 差别在哪里 那放在名词后 是什么 是客观的 是表示的是 事物本身的性质 是这个东西 客观的 本身的一些性质 自身的特点 就是如此 如果说 放在名词之前呢 是什么 加上了说话人的感情色彩 是一个人的主观的判断 好 我再重复一遍 如果说一个性之类的形容词 直接修饰名词 它放在名词后头 它是客观的 这个事 或者这个人 这个东西的本身就是这样 是事物本身的性质 如果说 它要放在了名词之前 它是什么观的 它是主观的 主观的 是一个人的 自己的判断 加入了说话人 自身的一些感情色彩 那比如说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你可能会更好理解 那比如说 大家看这个例子 China es un país grande es un país grande 然后你看 báis这个词 之前咱们见过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 国家 那大家看这个grande 这个形容词 放名词后边的 对不对 那刚才说的 它放在名词后的 它是主观的 还是客观的 客观的 对吗 那这个大指的 就是什么的 是不是国土面积 然后这种大 对吗 谁看的 都是一个大国 然后再接着 如果说 它要放名词前了呢 Es un gran país gran这个你先别管 它是grande的 一个变化 它还是大的意思 那放在名词前 那刚才我说 它是客观的 还是主观的 它是不是主观的 是一个大国 这个大指的 什么大 对于说话人来说 它是大的 对吗 那咱们中文会 给它翻译成什么大 伟大的国家 那比如说 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这个人呢 他是哪人 Bolivia 波利维亚人 对吗 大家都知道 波利维亚 它是一个小国 然后它会说什么 A mi punto de vista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Mi país es un gran país Es un gran país 是一个什么 伟大的国家 那大家都知道 它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在我眼睛里 它就是一个大国 你会翻译成 伟大 能明白吗 这意思 所以这一个是 第一个是客观的 第二个是主观的 加上了说话人的 感情色彩 那接下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grande 什么东西 那像这个grande 这个词 这是大的的意思 对吗 那它要是放在名词之前 如果说要是放在名词之前 指的是哪种名词 一定要注意 指的是单数名词之前 单数名词之前 它会有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它要短尾 那短尾 顾名思义 是不是尾巴短了 那也就是说 会把尾巴去了 那这个尾巴是谁 就是最后一个音节 不要了 只要放在单数名词之前 不分阴阳性 那grande这个词 就要短尾 然后要把得去了 也就是说 它要变成谁 变成grand 那比如说 你看刚才给你举那个例子 is from grand bais bais 是不是一个单数名词 那当然 它是什么性 阳性的 你能判断出来 它前头是不是加了一个阳性的不定观词 那所以它要短尾成什么 短尾成grand 那再比如说 长城 老外呢 如果说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话 那他也知道咱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经典 对不对 特别有名的经典 长城 那长城用西班牙语怎么翻译呢 就是 la gram murasia la gram murasia 那你看这个 la gram murasia 这是不是就相当英语里头 那个great wall 然后你看这个murasia 这是不是以阿结尾 它很规则 它是什么性的 阴性的 它是单数还是负数 它是不是一个单数名词 所以你看grande 它要短尾 短成谁 grand 那当然你英语里头翻译也是the great wall 它是放在名词哪了 是不是放在名词之前了 对吗 那是不是在我看来 它是一个大城墙 那它是一个什么 伟大的城墙 能明白这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grande 放在单数名词前 要短尾 变成谁 变成grand 不分音阳性 记一个un gran país 然后你再记一个什么 la gran murasia 好 这给大家举的第一个例子 然后再接着 大家再看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 es un professor nuevo 你会翻译成什么 这是一个新老师 那如果我要是把形容词 放在名词之前了 es un nuevo professor 你要翻译成中文 还是一个新老师 但是这两个特别细腻 内心深处它是不同的 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哪 那你看 这个 nuevo 是不是放在名词哪了 名词后边了 对不对 那名词后边 它是什么官 它是不是客官呢 那也就是说 这个老师 本来他就是新的 之前没有站上过讲台 没有讲过课 那是嘎心嘎心的一个老师 对不对 没有讲过课 头一回给大家上课 那你们是不是就完蛋了 那你再看后边这个 es un nuevo professor 它是放在名词哪了 名词前了 那是主观还是客观 那是不是主观呢 对于说话人来说 是新老师 那就意味着什么 新来的老师 那人家之前教过课没 教过课 只不过对于你来说 人家是新的 没跟你们上过课而已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看 此心非彼心 俩心不一样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es un niño pobre es un niño pobre 那es un pobre niño pobre这个词当什么讲 它有俩意思 一个是穷的 还有一个是啥 可怜的 那你觉得哪个是穷的 穷的是不是一个人的性质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他自身的一些特点 他应该是什么观 客观的 所以你看第一个 es un niño pobre 你会翻译成什么 这是个穷小孩 穷孩子 上不起学什么的 对吗 然后再有 es un pobre niño 那你会翻译成什么 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是不是在说话 人看来这个孩子很可怜 因为每个人对可怜定义不一样 在我看来是可怜的 他不是客观 他是主观的 这所以他放在了名词那 名词之前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不 那你看通过举了这三个例子 你会越来越熟悉 性质类的形容词 放在名词后头 是客观的 是他自身的特点 如果说放在了名词之前 是主观的 是加上人的 加上了说话人的感情色彩 所以之后大家之后 在自己造句的时候 如果说它是一个性质类的形容词 你一定要想好它的位置 好 对这个形容词 那形容词 形容词的性质变化 还有直接修饰名词位置 这点就给大家讲完了